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祝你加油 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ne Day 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我是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 今天过得如何呢? 是否已经决定好要修哪些的课程 为自己在心意学期当中 不论是在知识上、能力上 都有丰富的收获 相信今天不论是一位学生 或者是从事各行各业的人 他们都需要具备一个特质 那就是热情 什么样的热情呢? 就是忠于自己 现在所做的一切事物 那么说到这 你一定会想 热情到底是什么呢? 热情可不可以持续下去? 热情是真的那么的重要吗? 一段阅后就让佳佳 来与你分享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热情可不可以持续下去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 有一对老夫妇 来到一间旅馆准备住宿 柜台服务生看到老夫妇进门 连忙笑脸婴人地问道 两位贵宾晚安 请问有什么需要我为您服务的吗? 老先生回答说 我们想住一晚 请问还有空房间吗? 当时正式旅游旺季 所有的客房都已经客满了 但这位服务生他心里想 现在已经是深夜 如果拒绝他们 一定会找不到其他住宿的地方 流落街头 于是服务生就非常和颜悦色的 态度也非常诚恳 告诉老先生说 实在很对不起 今天的房间都已经客满了 但我无法想象你们要置身在风雨中 而且没有地方可以住 如果您不介意 有一间员工寝室 虽然不是很豪华 但还蛮干净的 可以让你们暂时住宿一晚 好吗? 老夫妇面对这位热情又诚恳的服务生 就欣然同意他的安排 隔天一早 老夫妇准备到柜台 办理退房及结账的时候 直大夜班的服务生还没有下班 看到他们 也忙亲切地表示 哦 两位贵宾早安 昨夜睡得好吗? 由于你们两位不是住客房 所以这次不收费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老夫妇听了服务生的说明 受宠若惊 也被他以客为尊 让人有宾至如归的热情接待所感动 老先生忍不住一直点头称赞 并对服务生说 你真是一位每一个旅馆 都梦寐以求的员工 我们真希望能为你盖动旅馆 老先生的这番话 服务生听了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始终如一地 以亲切的笑容和服务的热忱 送老夫妇离去 两年后 服务生突然接到老夫妇的邀请函 这封信呢 提到两年前住宿的事 这才勾起服务生的记忆 让他想起这对老夫妇的身影 老夫妇在信中付了一张 纽约的来回机票 诚挚地邀请他 务必要到纽约一趟 服务生感受到老夫妇的热情 也就欣然赴约了 过了两年又再次遇到老夫妇 老夫妇热情地迎接服务生 并带他来到一个街口 指着一栋全新的宫殿式建筑 对他说 这就是我们为你盖的旅馆 要请你来经营 服务生看到不敢置信地说 呃 老先生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然而老先生却一脸笑容地回答道 我向你保证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这位老先生到底是谁呢 原来他就是威廉 华尔道夫阿斯特 而那栋华丽的建筑 就是华尔道夫饭店 是纽约非常尊荣的象征 也是各国使者 正要造访纽约时下他的首选 当时接下经济重任的年轻服务生 他的名字叫做乔治·波特 也是奠定华尔道夫饭店 成为世界首屈一指饭店的推手 因此亲爱的朋友 从这段故事我们可以知道 显然老先生和服务生 都是非常热情的人 才能够成就最后这一段美丽的故事 所以热情是很重要的一种情绪表现 它可以感染及感动人心 甚至成就一番大事 现在无论是饭店 企业及服务管理 都要求第一线的服务人员 一定要有热情 那么说到热情 有热情的人 还没有热情的人 给人当然是截然不同的感受 而且不论是在学校或者是职场上的表现 也往往有如天壤之别 许多成功的企业家 业务员 政治家 或者是演说家 布导家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就是对人 或对工作 充满热情 只要一接近他 就能感觉到他的热情如火 浑身充满活力干净 热情就像一根小蜡烛 可以在黑暗中照亮四周 热情又像一只火把 带给人温暖 及旺盛生命的感染力 所以 朋友你如果有热情 就一定会有动力 对人 你会结成以待 让人如暮春风 对事情 你也会全力以赴 坚持到底 然而 如果一个人没有热情 那么就会像没有油的车一样 很难达到目的地 而热情呢 也是人的一种情绪表现 就是一个人对某人或某事 所表达的外显情感反应 而通常我们的感觉 都比语言还要快十倍 所以一个人的情绪好坏 是否热情 别人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 因此 前几年学者专家强调 情绪智商 也就是所谓的 EQ 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情绪管理是考验每个人 在IQ以外的自我管理能力 也是一种个人修养的表现 像是从一个国家 整体国民所表现的情绪管理能力 就可以看得出 社会的人文素养 以及国民素质 期待我们的国家社会 到处都能够充满有热情的人 塑造一个高EQ 高素质 极富有人性的生活空间 当然 佳佳也要在空中 免疫你和我自己 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 大发热心的人 对人 对事 对物 都能够用热情来回应哦 今晚节目进行到这 也接近尾声了 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 心灵丸岛 佳佳与你空中再相见了 心灵丸岛 祝福你 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